2002年8月4号 一个明媚的星期天 10岁的杰西卡在经过父母的同意下 从位于英国布鲁克街的家里 前往他最好的朋友霍利家 参加一场烤肉派对 霍利家位于红屋花园 杰西卡走路过去 也只需要10分钟而已 他还带了一件礼物给霍利 是一条他刚和父母去西班牙旅游带回来的项链 上面刻有霍利的英文首字母H 两个小女孩见面后格外兴奋 一起来到霍利位于二楼的房间 跟另一名小伙伴纳塔利 一起玩电脑游戏听音乐 30分钟后 纳塔利和他们告别回家 下午3点15分 两个女孩换上了他们喜欢的球队 曼联的球衣 一件是霍利的 而杰西卡身上的这件球衣 则属于霍利的哥哥 时间来到5点04分 在跟其他宾客共进晚餐前 霍利的妈妈看到两个小女孩 都穿着曼联的球衣 甚是可爱 于是为他们拍下了这张照片 6点10分左右 两个小女孩吃过晚餐 又回到卧室玩耍 直到晚上8点 这场派对终于临近尾声 霍利的妈妈妮可拉 想要邀请两个女孩 跟其他宾客告别 却发现卧室里空无一人 妮可拉马上跟丈夫 收遍了家里的各个角落 以及附近的街道 然而都找不到两个女孩的踪影 这个时候 已经过了家长为霍利设定的 8点半宵禁了 如果是出去玩耍 也应该要回来了才对 等不到两个孩子的妮可拉 心急如焚 又打了一通电话 给杰西卡的父母 但是他们也没有回到 杰西卡的家里 两对父母在街上 寻找了接近两个小时无果后 于晚上9点55分报警 警方立即展开地毯室的搜索 触动了超过400名警力 在索厄母城镇 进行了挨家挨户的询问 两个女孩的失踪 引起了当地民众的高度重视 数百名志愿者 也加入了搜索的行列 甚至连当地的朱英美国空军 也提供了人力上的协助 为了尽快找回两个女孩 剑桥骏警方公布了 由妮可拉在当天下午5点04分 为他们拍摄的照片 也就是穿着曼联球衣的这一张 两个女孩均为白人 身高都在137公分左右 杰西卡的皮肤被晒得有点有黑 棕色长发 而获利则更为销瘦 金色长发 两个女孩的父母坚称 从小就教育孩子跟陌生人讲话要保持警惕 随后他们所就读的圣安德鲁小学校长也告诉记者 老师都会教导学生陌生人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危险 行政人员针对孩子的失踪 首先考虑是否被绑架 于是调查了剑桥郡以及临近几个郡 最远到达了林肯郡的所有性犯罪者 超过260名登记在案的性犯罪者 其中还包括15名高位恋同僻者都被列入调查 但是结果是令人沮丧的 这些人都被排除在可能犯罪的名单之外 在剑桥郡的西北方 斯塔福德郡警局也提供了一条线索 他们去年所负责的一起案件中 有一名6岁的女孩被绑架 现在这名罪犯仍在逃逸当中 当地警察锁定了这个罪犯的一台绿色福特轿车 这排号显示该车为被盗车辆 这台绿色福特最近就出现在了剑桥郡 有没有可能这个再逃罪犯 这次把目标锁定在了杰西卡 跟获利的身上呢 在调查这名罪犯的同时 警方又考虑到两个女孩的父母跟校长都说 孩子们的危机意识很强 那会不会是女孩认识的人带走他们的 技术人员又调出了获利跟杰西卡 在网上的聊天记录 但是依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物 8月8号 警方通过媒体放出了一段监视录影 揭露显示 两个女孩于6点28分经过当地的体育中心 呼吁民众向警方提供任何有关的线索 短短的几天内 警方就接到了超过2000多通的电话爆料 一名叫做马克的男子报告 他对两个女孩十分有印象 8月4号下午6点半的时候 当他开车经过市中心 看到了两个女孩身上的曼联球衣 他还对妻子说 看 两个小贝克汉 还有人报告说 当天看到了一台可疑的白色箱形车 然而当警方找到并扣押这台车后 发现根本是徒劳无功 这就是一台普通的车 还有计程车司机报告说 曾经看到了警方在媒体上说的那台绿色福特轿车 但是调查半天 又都找不到这台轿车 另外还有一个慢跑者向警方报告 他在距离索厄姆12公里的牛马克顿郊区 看到了两个新埋的土堆 怕是两个女孩一惨招不测 可是等到警方找到这两个土堆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是密罐挖出来的隧道罢了 这种有的没有的爆料实在太多了 根本是乱枪打鸟 可是又不能放过任何一点线索 哪怕是那么一丁点 一丁点点的可能性 警方都不愿错过 不得不说在这起案件中 剑乔骏警察还是非常给力的 其中最可靠的一条消息是 一个热心长的28岁男子亨特利 早在8月5号的时候 警察不是挨家挨户的寻找两个女孩吗 当时亨特利就跟警察报告说 他在前一天才跟杰西卡与霍利进行了简短的交谈 之所以说这是最可靠的消息 是因为亨特利跟两个女孩是认识的 他的女儿马克星是圣安德鲁小学的五年级临时助教 而这份短暂的合同很快就到期了 马克星后来也申请了这份工作的长期合同 所以两个女孩见到亨特利时 便询问他马克星是否申请成功 在得到亨特利的否定答案后 便朝着图书馆的方向去了 这也是目前为止 警方获得的最准确的 关于两个女孩最后去向的描述 然而警察8月5号在询问亨特利时 发现了一个异样 明明当天是下雨天 但是亨特利家的晾衣城上 竟然挂满了衣物、床单、备单等等 而且房子内部还有明显的大范围清洁 他解释说是因为家里的餐厅淹水了 另外警察还注意到 亨特利的左下巴上有三道垂直的滑横 每到约三公分左右 他声称这是家里的狗最近不小心抓的 亨特利还说当天两个女孩经过他家时 女友马克星正在家里洗澡 虽然没有跟女孩们打过照面 不过他可以证明下午6点半的时候 亨特利一直都在家里 警方后来询问了马克星 他声称当天两个人一直都在一起 同时也将亨特利这个名字输入了犯罪库 结果是没有任何犯罪记录 这对情侣之后 也积极地加入了寻找杰西卡 跟获利的志愿者行列中 亨特利还多次询问警方的调查进度 以及DNA证据等重活多久 这些有关破案的问题 因为亨特利是最后一个见到女孩们的目击者 天空新闻、BBC等多家媒体 都对他进行了采访 马克星在案发的两周后 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他正时 当两个女孩经过他家门口时 他正在屋里洗澡 随后他还对镜头展示了离职前 获利送给他的感谢卡 马克星说 他很可爱 真的很可爱 然后又呼吁到 去打个电话回家吧 如果有人抓了他们 就让他们回家吧 看似普通的一句话 却成为了解开这种案件的关键钥匙 一般来讲 英文里在描述一个人的性格时 会用现在时 只有在描述往生的人时 才会用过去式 马克星说女孩很可爱时 用的是Wars 可是没有任何人说女孩被杀害了呀 普遍认为两个女孩只是失踪而已 为什么马克星会用过去式 来描述两个女孩呢 随着两人的采访画面不停传播 警方接到了越来越多的指控电话 电视里的那个亨特利 我认出他了 他几年前曾经被指控 犯有侵犯罪 还有人指出 在案发当天 马克星根本就不在索厄姆 而是在距离索厄姆 160公里远的格里姆斯比城镇 探望他的母亲 同时技术人员还有一个重大的发现 杰西卡的诺基亚手机讯号 在6点46分 也就是他们从获利加出来的31分钟后 最后出现在了亨特利加 所在的那辆街上 而马克星母亲的邻居 马里昂更表示 在6号那天 看到亨特利驱车前往格里姆斯比 兼马克星的时候 两个人站在车尾 亨特利只是一直盯着打开了后车厢看 而马克星则低着头在一旁哭泣 当亨特利意识到马里昂正在看着他们时 他立马盖上了后车厢 种种的迹象都表明 杰西卡跟霍利 就是被亨特利拐走的 8月16号的晚上 警方找到了很不愿意找到的物品 他们在亨特利所任职高级看护人的 索厄姆乡村学院的垃圾桶里 找到了两个女孩出门时 穿着曼联球衣 既然找到了球衣 也就说明两个女孩遇害的可能性相当高 这两件球衣被找到时 有烧过的痕迹 不过也许是怕被人看见 还是什么原因被打断了 犯人在烧衣服时 只烧掉了衣服的一角 更幸运的是 法证人员已经在上面 找到了不同于这件球衣的衣服纤维 以及不属于两个女孩的皮屑 经证实衣服纤维及皮屑 正是属于亨特利的 8月17号凌晨4点半 警方逮捕了亨特利及马克星 同时还将他们的轿车送到法证部门 从表面上看 这台车被彻底的清洗过了 后车厢的垫子也被拆掉了 换上了一块尺寸上 根本不符合的家用地毯 在最初的审讯当中 亨特利一点都不配合调查 他故意回避问题 还装流口水 夹扮成一个精神病患者 闪讯人对此束手无策 毕竟也没有办法科学办案 只能先将亨特利转送到精神病院 接受心理评估 相比之下 马克星很快就向真讯人坦白 他承认对8月4号的行踪 撒谎了 而他撒谎的原因是 亨特利当时在电话里告诉他 他在两个女孩失踪之前 跟他们有过简短的对话 而1998年的时候 他曾经被诬告犯下了一起侵犯罪 他害怕如果没有有力证明的话 又会被卷入诬告风波 所以想马克星替他作为证 地点位于距离索厄姆 东边20公里的一条灌溉沟 一名叫做基斯的猎场看守人 在案发的两个星期后 在这附近闻到了令人很不舒服的气味 在8月17号这天 也就是亨特利跟马克星被捕的当天 基斯决定跟两个朋友一起调查 这个令人不舒服的臭味 到底源头在哪 结果他们竟然找到了两具被烧毁 且高度腐败的遗体 虽然正式的尸检报告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出来 但是警方已发表了正式的新闻声明 表示两个孩子的遗体已被找到 原因是 就在两具遗体旁边的数字上 才能了不少杰西卡的头发 直到8月21号 法医部才通过DNA证实 两具遗体证实杰西卡跟获利 9天后 伊利大教堂举行了公开的追悼会 以纪念两个女孩 大约有2000人参加了这场追悼会 8月24号 英国各地的足球俱乐部 在比赛前都为两个女孩默哀了一分钟 包括两个女孩的偶像 贝克汉也在默哀的行列当中 回到案件本身 验尸官表示 两个女孩的遗体已经部分白骨化 根本无法确定她们的真正死因 但是检查后发现 她们并没有刀伤、中毒等迹象 窒息死亡的可能性最高 由于遗体已经遭到严重破坏 也无法确定 她们是否曾经遭受过侵犯 法医生态学家帕特里夏 发现抛尸现场的寻麻牙 有被踩过的横击 寻麻牙的生长时间 跟被踩过的重量 有绝对的关系 根据警方的推断 凶手极有可能 在两个女孩失踪不久后 就将其杀害并抛尸于此 于是帕特里夏法医 让志愿者背上重物 模拟亨特利背上一个女孩的重量 踩过寻麻牙 而这些在模拟中重新生长的寻麻牙 其生长周期正是13天 这也就说明 亨特利的体重跟凶手极其吻合 不仅如此 还有一项绝对性的证据 虽然亨特利很小心谨慎 把厕子跟房子都彻彻底底的清理过了 就连轮胎都清理得十分干净 但是底盘下 还是发现了一些独特的砖层 白鳄 以及混凝土混合物的横击 这跟通往抛尸地点的那条道路的铺设材质 是完全一致的 在踏板上也发现了这些成分 这也就证明 亨特利的确是将车停在了这条道路上 因为前方的道路无法允许车辆通过 他只能分别背着两个女孩到抛尸地点 现在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表明 亨特利就是杀害两个女孩的凶手 但是令人气愤的是 所有针对他的初步听证会 都只能推迟到他的心理评估得出结论之后 而在审判亨特利前 马克星已经被指控企图妨碍司法公正以及协助犯案的罪名 直到10月8号 亨特利的精神评估才终于有了结果 结论是 他精神上没有任何问题 是完全行事责任能力人 在面对控方律师陈述了一个 亨特利是如何诱骗两个女孩进屋 然后侵犯并杀害了他们的故事 亨特利最终是这样为自己辩解的 案发当天 亨特利准备为自己家的狗洗澡 他提前放满了浴缸里的水 随后便听到了敲门的声音 原来是霍利流鼻血了 好心的亨特利请两个女孩进屋后 帮助霍利止出鼻血 无奈遇事的地太滑 他一个不小心滑倒 结果把霍利撞到了浴缸里 也就是这么一摔 导致霍利在浴缸里溺水而亡 在亨特利惊慌失措的当下 杰西卡竟目睹了刚刚发生的一切 并开始反复尖叫 你推倒了他 亨特利在试图用手捂嘴 阻止杰西卡的尖叫时 这才不小心令他窒息 说完这个故事 亨特利已泪流满面 他声称在第一次接受审讯时 并没有假扮精神错乱 只是当时孩子们的死亡 导致了他精神上的创伤 这段记忆就这样暂时被抹掉了 一个10岁的女孩 竟然会在浴缸里溺斃 根本没有人会相信这样荒唐的故事 即使有可能是因为撞到了头 导致暂时昏迷在水里 可是依照亨特利的说法 他当下应该就在获利的身边 怎么可能会放了一个女孩 在浴缸里淹水呢 陪审团最终并没有相信这个故事 因为亨特利在1995年8月到1999年7月 短短4年时间 已经有10次被报告侵犯女性的历史 而且当中有超过5名被害人 都是未成年人 但是很不能理解的是 在犯下索厄魔案件之前 警方就将亨特利这个名字 输入了犯罪库 却没有找到任何记录 原因就是 虽然10次被指控 但是最终并没有实锤的证据将他定罪 那亨特利到底为什么会攻击两个女孩呢 虽然遗体被破坏 无法确定他们生前或死后是否遭到侵犯 但是马克星表示 平常家里都是他在做家务 可是当他于8月7号回到家中时 竟发现家里的床单被单都被换洗了 那你说亨特利是不小心才导致两个女孩往生 打死你我也不会信的 陪审团最终也做出了跟我一样的结论 于2003年12月17号 判定亨特利谋杀罪名成立 判处终身监禁 但是侵犯罪名不成立 因为没有实锤的证据 难怪亨特利被10次指控 却没有一次成功 法官于两年后 决定亨特利在40年监禁后 可获得假释的资格 至于马克星被指控了妨碍司法公正 以及协助犯罪 他声称的确是帮助亨特利隐瞒了自己的行程 但是却坚持自己不知道两个女孩 被亨特利谋杀这件事 在得知发现了两个女孩遗体 以及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亨特利就是凶手时 马克星还激动的哭喊 不 他不可能做这些事 最终法官判定他妨碍司法公正罪名成立 协助犯罪名不成立 判处三年半监禁 在他刑满释放后 获得了英国政府的终身匿名保护计划 以避免被人寻仇 诶 既然马克星声称 他不知道两个女孩被亨特利杀害 为什么邻居会说 看到马克星看着后车厢低头哭泣 为什么他在描述获利时会用过去试呢 好了 今天就就到这里 喜欢这部影片欢迎分享留言 再订阅以后去最新的影片当中 拜拜